下面我们来看函数的一些运算性质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运算不是说是指的是函数的四则运算 而是在高等数学中它用的比较多的函数运算性质和公式 比如我们在高中学过的但是非常容易出错的指数运算性质和对数运算性质 在高中没有学过但在高等数学中所需要的三角函数合差化级的公式等等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基本的概念 什么叫基本初等函数 在高等数学里边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词 基本初等函数 所以哪些函数我们称作为基本初等函数 在高等数学里边我们把这六类函数称作为基本初等函数 长指函数 密函数 指数函数 对数函数 三角函数 前面的长指函数 密函数 指数函数 对数函数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函数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三角函数它包含 正弦函数 y等于3x 余弦函数 y等于cos x 正切函数 y等于tg x 余切函数 y等于cotg x 还有两个大家不熟悉的 正格函数 y等于cx 它是等于cos x分之一 余格函数 y等于cos x 它是等于3x分之一 反三角函数 反三角函数 这是大家并不熟悉的一类函数 所以请特别注意 反正弦函数 y等于x i x 反余弦函数 y等于cos x 反正切函数 y等于actg x 反余切函数 y等于actg x 那么反三角函数 我们将在第二讲 给大家做详细的一个讲解 我们把这六类函数 称作为基本初等函数 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 函数的运算 主要是指的哪些 第一 指数运算性质 如果a大于0 a不等于1 现在我们有m np 属于r 这以下有四种指数的运算性质 虽然大家熟悉 但事实上 我们发现在高等数学学习的过程中 这是容易出错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回忆一下 就是a的m次方 乘以a的n次方 是等于a的m加n次方 那么a的n次方分之a的m次方 它是等于a的m减n次方 a的m的n次方 它是等于a的m乘n次方 那么a的m次方b的n次方 然后在它的乘称p次方 是等于a的m次方 乘以b的n次方 对数运算性质 第二种 第二种 log以a为底m的对数 等于m的对数 b大于0 b不等于1 根式运算 那么根式运算 我们主要涉及到的是 这两种运算 a开n次方 然后再来做n次密 它是等于a的n大于1 而且n是属于正整数 第二个 a的n次方 开n次方 它是等于两种情况 因为当我开方的时候 会涉及到n为奇数 或者n为偶数 那么当n为奇数的时候 a的n次方 开n次根式 是等于a的 那么当n为偶数的时候 a的n次方 开n次根式 是等于绝对值a的 同角三角函数的 基本关系是 在高等数学里边 这些三角函数的 基本关系是 我们用的比较多 有以下六种 第一种 3α平方 加上cosα平方 等于1 第二种 1加碳阶级α平方 是等于 c的α的平方的 第三种 1加 cosα平方 是等于 cosα平方的 那么第四种 碳阶级α 是等于cosα分子 3α 那么第五 就是我们在 正哥和鱼哥 定义中看到的 c的α是等于 cosα分之1 cosα是等于 sinα分之1 那么我们 还用的比较多的是 两角合与差的 正弦 鱼弦 和正切公式 它们分别是 第一 sinα加减β 是等于 sinα 乘以cosα 加减cosα 乘以3inβ 第二 cosα加β 是等于 cosα cosα 减去3inα 乘以3inβ 第三 cosα-β 等于 cosα cosα 加上3inα 3inβ 第四 sinα 加β 是等于 1-sinα 乘以sinβ 分之 sinα 加sinβ 最后一个 sinα 减去β 它等于 1加 sinα 乘以sinβ 分之 sinα 减sinβ 那么我们 还用的比较多的 核差化极的公式 是如下 这四个公式 第一 3inα 加上3inβ 是等于 2倍的 3in2分之 α加β 乘以cos2分之 α 减β 第二 3inα 减3inβ 是等于 2倍的 cos2分之 加β 乘以 3in2分之 α 减β 第三 cosα 加cosβ 是等于 2倍的 cos2分之 加β 乘以 cos2分之 α减β 第四 cosα减cosβ 等于 负的2倍的 3in2分之 α加β 乘以 3in2分之 α减β 即化核差公式 那么 即化核差公式 也就是说 两个三角函数的 即 我可以把它画成 两个三角函数的 核差的形式 我们有 这四个公式 第一个 3in2分之 3in2分之 是等于 负的2分之 1cosα加β 减去 cosα减β 那么我们用的 还比较多的是 以下的这几种 二倍角公式 二倍角公式 它指的是 1 3in2α 是等于 2倍的3in2α 乘以cosα 第二 cos2倍的α 它是等价 cosα的平方 减去3in2α的平方 也可以等价成 1-2倍的3in2α的平方 也可以把它写成 2倍的cosα的平方 减1 这三个等式 是相同的 第三 3in2倍的α 等于 1-3in2α的平方 分之 2倍的 3in2α 半角公式 指的是 这三类公式 第一 3in2α 是等于 正负 根号下 2分之 1-cosα 第二 cos2α 它是等于 正负 根号下 2分之 1加 cosα 那么 单阶级 2分之 α 它是等于 正负 根号下 1加 cosα 分之 1-cosα 同样 它也可以表示成 1加 cosα 分之 3α 或者 我也可以 表示成 3α 分之 1-cosα 请大家 注意的是 由于这个地方 是开根式 当我的 2分之 α的角 给的不一样的时候 那个开方出来 它是有正负号的 还有一个 就是 降密公式 降密公式 是我们用的 比较多的公式 是因为 它可以把我的次数 从2次 降到1次 或者说 从高次 降到第一次 降密公式 我们主要指的是 这两种公式 第一 3α 平方 是等于 2分之 1-cosα 也可以把 表示成 负的 1-cosα 加上 1-2 第二个 cosα 平方 它是等于 1-2 加cosα 当然 也可以把 表示成 1-2 cosα 加上 1-2 下面 我们用具体的 例子来看一下 这些 性质 以及公式的 具体的应用 我们来看 这样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来计算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加上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分之 x的 负二次方 加上 y的 负二次方 这样一个表达是 减去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减去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分之 x的 负二次方 减去 y的 负二次方 现在我要来求 这样一个 表达是 差的形式 很明显 我不能直接做 差 那么如果我要把它通分 你会发现 同样 也很麻烦 因为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加上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再乘以 这样一个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减去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这个算 并不是说 非常容易算 而且你还要把它 乘在分子上面去 所以首先 我们为了来计算 我们对表达式本身 来进行一个化解 通过观察 我发现 我可以将分子 x的 负二次方 加上 y的 负二次方 把它变成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的 三次方 再加上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的 三次方 它们两个是等价的 然后 为什么我要把它 换成这种 离方 加离方的形式 因为我想到 我有一个公式 可以用 离方和的公式 同样 x的 负二次方 减去 y的 负二次方 那么等价的 我可以把表示成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的 三次方 减去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 的 三次方 因为我可以用 离方 差公式 所以我们 可以把表达是 等价的 写成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加上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分支 分子 就变成了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的 三次方 加上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 的 三次方 那么第二个表达式 就可以写成 减去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减去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分支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的 三次方 减去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的 三次方 那么对 分子 分别用 离方差 和离方合的 公式 我们就可以 化简得到 这样一个表达式 等于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的 平方 减去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乘以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再加上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的平方 然后这个表达式 减去 第二个表达式 化简 就变成了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的平方 加上 x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乘以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然后再加上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的平方 整理出来 就得到 最后结果 负二倍的 x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乘以 y的 负的 三分之二次方 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例子 请计算 cos20度 乘以 cos40度 再乘以 cos80度 现在我要算 cos20度 乘以 cos40度 再乘以 cos80度 面临的 最大的问题 是这三个值 都不是我所熟悉的 预先值 我算不出来 那现在我要算 这三个值 我怎么算 通过观察 我们发现 事实上 它是算 20 40 80 的 这样一个 预先值 所以我想到 能不能 它是一个 倍数的 关系 我能不能 用我的 二倍角 公式 那么 怎么样来 用二倍角 公式 它并没有 二倍角 公式 这样一个 条件 因为我的 二倍角 公式 是 3 以2 阿发 是等于 二倍的 3 阿发 乘以 cos 阿发 之类的 那现在 为了用 这样一个 二倍角 公式 所以我上下 同乘一个 二倍的 3 20度 所以我们来看 那么 原式等于 上下同乘以 二倍的 3 20度 就变成了 分母 二倍的 3 20度 那么分子 就变成了 二倍的 3 20度 乘以 cos 20度 再乘以 cos40度 乘以 cos80度 我们发现 我们配的 二倍的 3 20度 刚好和 cos20度 变成了 这样一个 二倍角的 公式 所以 那么 二倍的 320度 乘以 cos20度 是等于 340度 的 所以 它就等于 二乘以 320度 分之 340度 乘以 cos40度 再乘以 cos80度 和刚才 一样的思想 由于出现了 340度 和cos40度 所以我想 能不能反复的 用我刚才的 这样一个 二倍角公式 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 把 340度 和cos40度 就变成了 二分之一 380度 乘以 cos80度 那么 分母不变 是二倍的 320度 当然 现在大家自己 都可以看出来 它剩下了一个 380度 和cos80度 我同样可以 用二倍角公式 变成了 二分之一的 3160度 那么前面 还有一个 二分之一 两个二分之一 相乘 就变成了 四分之一 360度 除以 二倍的 320度 我们知道 3160度 是等于 320度的 所以 这个值 是等于 八分之一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